全面调涨 尤其是小家庭的用户 一年可能会要多缴2000块的电费 让立委痛批 这个电费涨得不合理 而专家更忧心了 民生用电起涨 必定会带动物价全面胜涨 恐怕会让民众越来越痛苦 小吃店备料 却不敢开电灯电扇 经济部三月召开店家神医会 不止工业用电 小商家低压用电户 甚至小家庭 恐怕全部调涨 因为台电现在累计的亏损 如果没有政府的预算的拨补 或者电价的调涨 在年底的时候 会有财务的危机 间接证实电价调涨 因为台电公司 光是在2023年 就亏损1985亿元 2023年底更累计亏损 3826亿元 但这回影响层面扩大 尤其是长期动涨的 330度以下 小家庭用户也涵盖其中 速度影响1357万户 张夫落在5% 现在其实很多家电都是用电的 对 所以如果还要这样涨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造成家庭的负担 之前不涨 涨到2000就多 有点对我们退休的人来讲 台电统计一般家庭平均用电量 每个月380度 电费约1140元 而涨价后电费可能落在1197元 每个月增加仅60元 相当于每年多交2000元 我们的青年人 一个月领3万多块 在生活线以下 然后现在 所有用电 不管大户散户 一般我们平民用户 通通要涨 台湾的电价 这个预期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是偏低的 工业及民生用电 几乎确定全面涨价 引发各界质疑 国民党立委李研秀更指出 2022、2023年平均电价各调高 8.4%与11% 合计将近两成 2024将成为连续三年调涨 而且涨幅恐怕再增加 他们关系到的都是我们一般的民生 每天的需求 那所带动起来的物价成长 要最底层的民众去承受 美生用电起场必定带动物价 恐怕让民众越来越痛苦 这环境网一提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